还有十二年义务教育 培育的人才软实力 尤其金正恩在中二边境 大开了经济特区 连带让新生代掀起了中文风 我们这一趟就拜访了 最具特色的清津外语学校 课堂上可以跟学生语言交换 他们对台湾充满着好奇 但即使金正恩塑造了 开放要拼经济的形象 对内并没有松手思想的统治 幼儿园学的童谣歌曲 宋赞逆成金正恩 是大家的老爸 青年幼儿园的小朋友 穿着传统服饰浓张灯台 掩不住青涩稚嫩 无论是古筝 小提琴 和舞蹈律动 小小五线年纪已有十八般无意 而吞下了舞衣回到教室 这里是北韩英文教育的起点 幼儿园两年 国小五年 加上国中高中各三年 除了重视才艺歌舞 关书忠诚思想 还有专材培训课程 像是这所清津万语学校 就是为翻译人才而成立 二中英三种语言可以自选 受到金正恩经济特区政策影响 中文热正夯 还可以来堂语言交换课 从台上望去 同学胸前挂满各种胸张 有的有一个 有的有两个 有的有三个 三个 所以越多越是好学生 对 好好学习 好好组织生活 模范生 模范生 不只我们发问 这群十五岁中学生 对台湾也充满好奇 你们台湾的气候怎么样 气候吗 很热 跟清晶比的话 我跟你说 以后如果你中文学很好 有机会到台湾来的话 不用带这么多意思 我们很热 都穿短裤 然后多数的时候穿短裤 都在台湾 但我们就学习 台湾很大吗 朝鲜长期依赖中国经济 中文始终是国家重点培育 人体酷 问同学 为什么想学中文 我学汉的目的就是 想当发力员 向中国出 向世界 宣传我国的好处 这答案还真不叫人意外 十二年教育的下一步 每个学生 都由国家分配工作 而校中领袖 是迈向精英之路 唯一挑战师 欢迎回到特别报道的现场 两韩在今年迎来了春天 但年均所得相差十倍 一项有趣的统计就显示了 如果突然统一 恐怕有175万人 会立刻迁居到南韩去 川青会真的会如期举行吗 今年诺贝尔可能讲落金正恩 川普甚至文在寅吗 历史一刻 未来的朝鲜半岛 走上截然不同的未来 非常值得您我关注 今天节目感谢您收看 我是郭雅慧 我们再会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